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最有意思的还是洞里的那条地下河 居然有一百多万年的历史 如果没有地下河 溶洞里就没那么好看 也没那么好玩了 桂林风景区有两千多个溶洞 人们说这无山不洞 无洞不齐 桂林这边的地貌真是很奇特 这么奇特的地貌 那是怎么形成的 在很久很久以前 这里曾经是一片浅海 海里生长着大量的珊瑚虫 经过千百万年 沉积下了厚厚的石灰岩 在后来的地窍运动中 前海升起 变成了高耸的山峰和深深的河谷 那些高耸的石灰岩山峰被雨水中的二氧化炭不断的溶解 千长日久就形成了这些千字百态的山和美不胜手的溶洞 快看江里那条鱼船抓到一条大鱼了 在桂林周围的农村里 人们靠打鱼和中计为生 到了晚上你来看 鱼船里捡起了鱼火 那才更漂亮呢 什么晚上还打鱼 是啊 晚上 鱼船上捡起一盏灯 照亮了周围的河水 鱼特别爱来 这种地的农民在山上种什么庄家呢 这儿雨水丰富 农民大多种水稻 什么是水稻 我们在美国只听说过稻 从来没听说过水稻 水稻就是稻 因为稻是长在水前里的 所以中国人就习惯于叫它水稻 水稻是中国的主要农作之一 您是说不仅仅是给稻浇水 而是让稻长在水里 是的 稻的整个生长期至少有四分之三以上的时间 前里要灌上水 让稻的下一步浸在水里 所以种到的钱也叫水田 周围这些拔地而起的山这么多 怎么能试着做水呢 农民在山上开出一层一层水平的七田 把水引到七田里 就能种水到了 一会儿到了龙脊 你们就可以看到那些山坡上的七田了 小时候我住在法国 那儿的农民高山上开了很多葡萄园 想不到中国的农民还能在高山上 在高山里开出水平的七田种水稻 真是了不起